由14名中国专家组成的中国第三批赴意大利抗疫医疗专家组于3月25日上午乘坐包机从福建省福州市出发 预计经过十余个小时飞行后,专家组将到达意大利米兰 随即将奔赴意大利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一线,为当地疫情防控工作再添中国力量 参与本次医疗援助的专家分别来自福建省立医院、福建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和福州废科医院以及福建省卫生健康委等单位 专业领域涵盖心血管内科、呼吸内科、感染性疾病、流行病学、院感、呼吸与微重症医学、传染性疾病控制、中医、护理等 作为一名疾控工作者,我感觉很自豪,把我们中国今天分享给他们 也希望意大利方的疫情得到早日控制 担心肯定是有一点的,但是它代表我们国家去意大利支援 我对它的肯定是更多的还是鼓励和支持了 让它减少后顾之忧了,不要太操心家里面了 专家组还随行携带了一批当地急需的医疗救治物资 包括呼吸机30台、监护仪20套、防护服3000套、N95口罩2万个 医用口罩30万个、隔离面罩3000个、中程药等 记者了解到,中国第三批赴意大利抗疫医疗专家组的主要论务是 与当地医院和专家开展经验交流 介绍中国抗疫经验 结合一方实际情况,提供防控和诊疗建议 对在意中资机构、华侨华人、留学生进行疫情防控科普教育 防控宣传和提供必要的防护物品、中医、中药 并视当地法律法规和具体情况开展医疗卫生指导和帮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